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又叫鼻 鼻窦眼 就是说所有的鼻窦眼的人 他实质上他除了鼻窦眼他也有鼻眼 鼻有鼻眼的病人 他的病变炎症主要是在鼻腔里面 还没有波及鼻窦 他可以没有鼻窦眼 所以说鼻吸肉的话 往往他有鼻烟的存在 特别是很多人鼻吸肉 他还有过敏性的鼻眼 有些鼻甲增生 有些肥厚性的鼻眼等等 这些鼻眼的存在 所以说对一个鼻吸肉的病人 我们肯定要做素前检查评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问病死 鼻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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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